車站在車站上 車站在新車站上 車站在一間新的酒店 這間是玻璃星球的食飯 要早上去越弱 其实到有这个BTS on-board的车站 搭的士需要5-6分钟已经到的了 那个地方 没到时间的时候 就在这间韩式的地方吃夜 他们就是我的美美啊 她是来自Mayphalon青睐的一个美美 你的名字叫什么 我叫小小 小小 你啦 我叫我欣欣 他们都是跟我一起拍东西啊 今天很开心来的 等一下我们去一个地方 在家下我给大家知道 我们新吃东西 很好吃的东西 它还有这个什么 20 还有这个 奶茶浪 然后她美美请我吃这个东西 好啦 等一下再见啦 Bye Bye 大家好 今天来到了这个酒店 最新开的一间在onlook的酒店 酒店都没有房进入住的 还是装修途中 但是他们装修前就做了一个天台巴 天台巴原来又不是天台巴 但是可以喝酒的 说废话 在这里 原来可以吃饭的 做了这些水晶球玻璃屋 在这里 整个曼谷只有这个地方才有 这些玻璃屋呢 其实很多外散 清迈 球河 烤崖 那些都很多地方有的 但是现在只有曼谷这个地方有的 所以我独家第一个拍摄就来了这个地方 分享给大家了 很漂亮的一个地方 不坐那些水晶球呢 就可以坐在外面这些围置吃东西 在我天台里很舒服的 它又不是很高 但是就现在呢 就五点几六点 有点风啊 舒服 那里面就是这样 这些有点这样的座位 里面有冷气的 是的有冷气的 泰国很喜欢搞这些新意识 我曾经都泰北那边去完这些地方 我相信都一年多前 入住过这些这样的地方 之前这个idea 都想带来在泰国的 那和一个朋友 那个朋友有个很大的卡拉OK 他这个地方很大 还要有一个咖啡可以做的 那我经常建议不如做个 这些这样的水晶球吧 水晶球屋 里面可以坐下喝咖啡 给人拍照打卡 那后来他又迟迟不定 经常都考虑之中有没有做到 那现在真的泰国 曼谷这一间酒店 起了这些这样的东西了 所以这些idea 很快会被人用了 始终也有些人会想到的嘛 所以要所有这个世界 就快人一步 你想达到 如果你慢人一步 真的好像一只烏龟 赛跑那样 明明你想到 但是谁知道被一只烏龟都赢了你就是这样的意思了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好了现在很多人开始陆陆陆陆陆上来吃饭 拍照的了 那我先出去吧 搞生日啦 拿一些波仔出来 现在就在这个傍晚 在这个水晶球屋那里 这个天台巴好正 水晶球天台餐厅 穿着白色的西装 在这儿拍照 拍一些漂亮的照片 最近都少了漂亮的照片 看看大家 这个环境 超漂亮的一个地方 所以大家跟着泰通尼去一些新鲜独特不一样的泰国 去多一些新的地方 而且这些地方也不太贵的 餐和各样都是二百多匹 比平时街边当然是贵一点 但是享受一下这些新的设计 还有晚上这些现在六点多的环境很舒服 有些很多男女女在拍照的 很开心 但是热天时穿着 老板在那儿拍摄 真的好热 但是你不穿 又不搭这个环境 有很多人在拍照 因为这些新的场地 其实外国人不知道的 很多时候都是泰国人 很快迅速地就已经知道这些地方了 过来 立刻抢着过来这边拍照 所以他们的敏捷程度快到飞起 很快已经知道这些新的地方去拍照 这两个情侣拍了很久的 我经常找那个位置拍 等着他都没拍完 真是可惹 我两个青莱妹妹在后面等着位置拍照 大家都 现在天空蓝蓝蓝地 就快日落了 如果日落了 那个拍照就没那么漂亮了 好了 现在已经晚上了 晚上也是很多人在拍照 我想找那个位置还没拍到 很多人搶着那个位置拍照 那这些位置 你们如果来 那这个酒店 你最好就去他的Facebook 我都会公布这个Facebook 给大家去预约 最好预约 因为上到这里 这些玻璃水晶球 是爆了 没有位置的 通常都要预约 走一我就不知道 走一可能好些 今天星期日就会多些人 预早预订 然后就做一餐 和你的女朋友 烛光晚餐 在星球里面有饭吃 有冷气的 在里面 拍多几张照片 很多人都霸着那个位置 打卡位 看泰国人就是这样 霸着那些打卡位 所以你要排队 好 待会再聊 拜拜 水晶球酒店 不仅是水晶球 那么简单 里面有一些Family Room 这些就是他们的酒店 大家看看这些酒店 Family Room 他们里面 楼下就有一间睡房 商人房 这里就有个洗手间 厕所 洗手间没什么形 通常只有马桶 这里又有一个洗手间 开门这里又有一个洗手间 说明是家庭屋 这里就有个楼梯 上个楼梯上去 大家看看 哇 见不见到 有一个很大的宅库池 给小学生玩的 宅库池 可以大人又得 情侣又得 在这里浸水 晚上在这里 对着外面的泳池 来到这里 哇 我见到青莱妹妹她们在这里 喂 你们是住在这里吗 今天 是的 我今天要住在这里 哇 很开心啊 很漂亮 这里也很喜欢 是 还有泳池 外面就是一个泳池 那外面的泳池 就对着这样的 整个泳池是 哇 直巴拉对着外面 就这样跳下水都可以 在这里跳下去也可以 在这里跳下去也可以 是吗 就是感觉会有一点深 是 这个就是私人的 私人的 这个 这个 非常 romantic 就是你想跟大家的男朋友 在这里玩水吗 是吗 对 情侣就可以再这样私密一点 对 很漂亮 是 灯光设计 是 准备拍照 准备拍照 我们再相处看看 再上上面楼梯 其他房的 好了 上楼梯来到这里 又是有一间房的 都是有房 还有洗手间的 这些房子就比较简单一点 一张床 有一个小小的梳化位 都是在楼梯上来的 一共有五间房 再上楼梯 最高的这一层 一进来就是有个洗手盆 然后原来有两张床 这里有一张床 然后在这里有一张床 然后在这里有一张床 好像是一个镜子 镜子 其实是两张床分开 一个长的隔开 但是要乖乖地 如果这样两张床都在这里 情侣就乖乖地 这里就是一个康腩 康腩洗澡的地方 这些房间挺好 家庭就是这样 去过的楼梯 全部都是玻璃 可以看到下面一个厅 可以看到一些人在这里 浸泡河河河 一路下楼梯走下去 这个就是主人房 我刚才说过 就是爸爸妈妈可以睡这张床 这里有个落地玻璃 一望出去 所以就看到那些小朋友 好像青崖妹妹 在外面不停拍照 玩 就看到他们的丑态 或者有什么事情发生 就立刻下去救他们 这样 有个电视仔 雙人床 有个厕所 因为现在在装修 还未开业 所以比较乱 但也批准了 进来拍一拍 然后上去吃东西 可以到下面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这个浅河河河河 你看看泰国女孩 很喜欢拍照 插泰鱼 什么 来到这里就是一个厅 一个大厅 可以在这里吃饭 有个大电视 好像他们那样 不停拍照 在这里 那上面呢 就是 都是一个房 玻璃 看着外面的 好了 那我们现在有拍完 这个酒店 上去开餐 去吃饭 见客了吗 哈哈 有超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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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我们去吃饭了 这个就是 游泳池 外面 这个地方 开业的时候 大家可以过来 进去这里 住一下 玩一下 水什么什么 好漂亮啊 好漂亮啊 大家记得follow我youtube 按下右下角的铃铃 一出新片 就收到通知 又是这句 真是很老土 今集关着这么多 下次我们再见 考半辑 记得看通黎姆格仔 为这些目的是 公开公开 你最后一点 剧场的糖 每个酒店 这些目的是 除了 都 har的 大草 这边 真是 识 拿